今天我们把这位见证者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让他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关于华龙一号的故事 掌声有请开奖嘉宾 中和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刑继 掌声有请 林总师您好 您好您好 欢迎来到开奖 谢谢 感觉您这个总师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刚才您从那边过来的时候 您的这个衣服啊 您的西装还没扣 然后这个衣服的衣摆在风中飘荡着 然后您的这个虽然有些花白 但是茂盛的发亮 跟我们年轻人相比 我已经算是老人了 还在轻轻地颤抖着 就是给人感觉 搞核能的人是不是都充满能量 那是必须的 刚才的画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画家 您用的色调完全不一样 这主要是跟当时画的心情有关 因为当时第一幅画的时候 是我们华龙一号刚刚开工建设 大概一年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下角 是反应堆厂房的穹顶 它是在穹顶掉桩以前 我画的 这穹顶是弄好了之后 掉上去扣上 整体把它扣在这个反应堆厂房的顶部 因为那个时候 工程刚刚开始 时间不长 因为这个持续设计的过程啊 要持续很多年 了解一些核电站的朋友呢 他们会对我说 核电站非常好 我也支持发展核能 核电的发电呢 具有极高的能量密度 1000克的U235 裂变以后产生的能量 大致相当于2700吨 标准煤充分燃烧以后 所能释放出来的热量 你看 核电是不是很厉害 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 他们会对我说 核事故太可怕了 所以最好核电站 不要建在我的家门口 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和福岛核事故 因为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进入到环境 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灾难 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人类正是在 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以后 不断地汲取经验和教训 这就极大的推动了核能安全技术的发展 使我们今天核电达到了非常高的安全水平 汲取辅导核事故的经验反馈 我们认识到 在停堆以后 要保证 余热的导出 和放射性的包容 这是我们提高核电站安全的关键 于是我们在华龙一号的方案当中 我们设置了多样化的手段 来实现余热的导出 和放射性的包容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华龙一号 能够全面地满足 国际上最高的安全标准 这样一个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 对我们的团队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所以大家瞄准了新的目标以后 我们迅速地我们整个团队很快地 就摆脱了辅导核事故的阴霾 全力以赴地开始 对华龙一号的研发工作 我们设置了三道安全屏障 就是反应堆的核燃料 燃料的包窍 和一回路的冷却剂的压力边界 以及反应堆所处的 这个厂房的外壳 我们叫安全窍 我们的做法就是增加了 非农洞的安全措施 好